100元兩件 油雞的感覺 魚骨的口感 可能是壽司狼在香港最便宜 好變態啊 可以這樣三個APP一起看 Hello 我是阿軒 今天我們要做一個9月得發 就是壽司狼 為什麼可以讀這個英文讀得這麼厲害 他這個月的判定 是應該香港有史以來最便宜的價錢 因為平時如果有12元一碟大拖羅 都是要有新店拖張才有這個優惠 但他這個月大大大大就是成天然魚 白碟優惠 不是 是白碟優惠 是這個 我是白碟優惠 它有很多款的魚 都是10元一碟 而我剛剛過來之前 我就已經去了這個珍鮮 看了它的價錢 它最便宜的依然是有8元一碟 但是它的海鮮魚 就是它這些偏年魚系列 是比較少的 然後珍鮮它搞了我下載的APP 我們就在這裡看一下它的價錢差多遠 還有新口味有什麼好吃 它本身是酥酥 它最便宜是12元一碟 它新的白碟就是10元一碟 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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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GA HON DIN 叫它 三文魚 17元3件 受日本颱風影響 日本鮮魚無法空運到寿司狼 特別推出 限時優惠 三文魚由兩件變成三件都是17元 三文魚不是日本嗎 沒理由 應該都是日本的 我本身想的理論就是 因為油甘魚和真鵰來不了 所以等你們吃三文魚多一點 吃少點油甘魚 十元魚只有三款 天然南奇吞拿魚沙味 39元,13元一塊 十三元一塊真的便宜 天然南奇吞拿魚中樂極上手捲 加到中樂手捲 中樂是牽著魚骨的吞拿魚肉 店內現刮 刮你的紋脂紋膏 為何會加到中樂 就是因為你刮家的紋脂紋膏 就可以加到中樂 這個名字是有寓意的 腰開白碟優惠 有沙甸魚 十元,我們試一下 我很怕沙甸魚 第二碟也是沙甸魚 有八元 我們上次吃螢馬卡西那隻 十元天然魚就是沙甸魚 和沙甸三款 天然魷魚 但是它這個魷魚是另一個魷魚 天然魷魚 它那些便宜的款式 全部都是我平時不會吃的款式 你有沒有吃過濃厚海膽拌麵? 有啊 很好吃的? 很好吃的,我最少追 不過你先吃海膽 我吃的,但我沒吃過 那個萌圖不散壽司 之前78元我都很想吃 因為想要盒子 但是被人下禁令 因為盒子不知道要你做什麼 是這個,沒用的 又不可以棉花爐丁 所以它現在便宜了,50元而已 它有新的期間限定的甜品 魚字抹茶一番茶百年茶泡 抹茶雪糕蛋糕 好像很帥 這個 螢光魷魚 8元 可能是壽司浪 在香港最便宜的一個月 8元兩件 雖然只有一本 點餐紀錄 我有沒有點到那個 哇,我點到很多東西吃 哈哈哈 後來我發現了 這個就是 嘩,Swordless呢 嘩 跟我想像中有很大的落差 你以為很多隻很大嗎 我以為它很Brain 即是有些Effect 這樣閃閃閃 不是這個原因 是它沒有那種震撼 白鴨系列 神經病,我又說白鴨 我是白鴨 沙蝶魚 沙蝶魚 我不知道在哪一集有說過 我對沙蝶魚是 沒有抱有任何好感的 好像燒尾飯的薑蓉 沙蝶魚有骨 沙蝶魚有骨 但是它的沙蝶魚不腥 嘩,它也不腥 它不腥 但是它的細骨 還有薑蓉味 沖積住在腦裡 嗯嗯嗯嗯 這個構造 油雞的感覺 油雞的感覺 有魚骨的口感 好奇怪 螢光魷魚 它的紫菜能 這個是8元一塊的螢光魷魚 它也是下了蔥油 不是,下了薑蓉 和了薑蓉 螢光魷魚 你剛剛拍的 它是一碟一隻 還是一碟兩隻 每個兩隻 一塊兩隻 嗯嗯 掉了 我以為它這麼好 送一隻 果然這個世界 沒有這麼大的魷魚油解決 好,試試這個白色 是 這個是赤烏叉還是 是魷魚來的 剛剛那個原味沙蝶魚 就是薑蓉沙蝶魚 這個就是 隻燒沙蝶魚 它的樣子好養蝶啊 它多想像石燒那種魚油香氣 是差很多 但是也有小一點的 小一點的小骨 我也是 南亞地沙蝶魚 首先 吃一些開心的東西 都不是很過份 香蔥三文魚 好了 我拿一碟 為什麼一隻 一隻香蔥蝦 它都是一坨蔥 兩件三文魚都是一坨蔥 那兩個人吃怎麼分呢 你說怎麼分 怎麼分 剪不斷你橫亂的 分不了的 你看 我會這樣吃 中骨這樣就沒有了 香蔥是上天王最好吃的東西 中樂手卷 這可以叫 是香蔥 這個是它用手刮的燙辣魚 炸這個燙� 무엇 油脂滿滿的 烘鱼的香氣沖出來 挺好吃的 其實回轉壽司 你知道香港還有哪一家嗎 有這家Huma HU那家 是佐登 DONKEY鮮選壽司 元氣壽司 其實壽司龍一開到第30間觀點 真的沒得輸的 因為它差不多價錢就是珍鮮 珍鮮始終是台灣品牌 而壽司龍是日本直送的魚 在來源的醬汁已經沒得輸 而元氣壽司就貴 元氣兩件三文魚壽司14元 這裏是17元3件 如果是壽司龍沒有特價 壽司龍貴一點 花枝戀23元 這裏17元 珍鮮12元 我們看看拖羅大對比 今個月是壽司龍不能打贏 不止 首先它沒有香蔥系列 香蔥系列真的很好吃 中拖羅17元 這裏多少錢 好變態 可以這樣三個APP一起看 真鮮沒有拖 認真嗎 沒有拖的 它好像是 中拖羅的話 壽司龍元氣都是17元 真鮮是沒有的 真鮮的普通烹拿魚 12元一塊 這裏是12元兩塊 這邊的普通烹拿魚是14元兩塊 烹拿魚真是壽司龍元勝的 想不到元氣是跟壽司龍差不到的價錢 海膽煎麵包 現在的樣子是有當年吃元氣 不是吃元陸的感覺 是不是要拖勻它吃 要拖勻它吃 要拖勻它吃 要拖勻它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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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拖勻它吃了一點的海膽 等一下它這個 剛剛覺得海膽也好吃 是這樣的味道 真的好吃嗎 這次有一段時間韓國很流行 吃芝士拖勻 它現在不像海膽 它像韓式芝士拖勻 如果你的爐是那種 它吃多好吃 竟然在壽司龍吃了 我覺得它不值高價錢的東西 其實很少 雖然那個沙甸魚 真的很過人的口味 但它也十元 試一下這個 吃什麼 天然魚 天然油脂 油酥 油魚 好像你去日本 其實我媽咖啡 有一堆你不知道在吃什麼的魚 但是正常好吃的魚 這個是鱔魚子包包 這個很好吃 為什麼我們今天吃的東西 全部都這麼中式 很厲害 它是出前一丁麻油麵的味道 滿滿的芝麻 它的肉搖背跟帶子真的差不多 口感的味道 如果它是$27 我覺得可以吃帶子的 它的三文魚三罐 驚大膠 超肥美的 它這個是終極油脂滿滿 超漂亮的樣子 這個超划算 超划算 真的很划算 真的超飽 但是我還是要吃它的限定甜品 它那個真的很有抹茶店 好像很厲害 魚子一樣 好像草皮 它不像鋪草皮 草皮嗎 你知道過了鏡呢 DJI的鏡頭的顏色很奇怪 它是靈異的鮮綠色 為什麼它可以拍到照這麼漂亮 不太好看 它的標誌是高牙脫俗 沙發抹茶優香 沒有什麼 百年茶泡都不太喝得出 但是甜品來說它是挺好吃的 雪糕再加一點脆脆 再加海綿蛋糕底 口感是不錯的 百年就吃不出了 你跟我說它開心果味也可以 你剛剛是草皮 你現在變了沙灘 剩下散一點 嘩 好吃很多 那股百年露鋪的東西是否全都出來了 這個 真的好吃很多 289.140元差不多了 又沒有特別便宜 為什麼 又不是真的特別便宜 好 今天的壽司狼得法 沙甸魚10元就 如果是沙甸魚的外號者 它是不錯的 但如果你不喜歡沙甸魚 就 或者不喜歡燒尾飯也差一點 但是沙甸魚由17元 由2塊變3塊 我覺得真的值得 它真的厚 肥美 然後變3塊 真的值得了 螢光魷魚 8元2塊都好吃 都好吃 然後它吞拿魚 好像便宜了少少 30多元3塊 都值得吃 它是值得吃 然後伸出那個甜品 自己加些綠茶粉 就最好吃了 今集的壽司狼9月突發 就完成了 試了它這個月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它不中一些我平時很喜歡吃的東西 無論就是這樣 記得同時的四夜晚點 看著眼圈熟食 香港18區 基本上你 在努力的246都會有片 所以記得subscribe我youtube channel 然後按鈴鐺的話 你就可以定時收到我的資訊 Bye Bye 最好吃都是香蔥蝦 還有香蔥三文魚